我们今天来讲一下到底什么叫做瑞士地震规模呢 各位各位大家好我是李小师 我们来讲一下所谓的瑞士地震规模吧 一般你在报纸上面常常看到 今天又发生了几集地震 今天又发生了几集地震 对不对 我们来讨论一下到底这个东西是怎么来的呢 那通常来讲的话 我们在讲地震规模会有两个东西 第一个叫瑞士地震规模 OK 第二个叫做地震举规模 这两个不太一样 来一个呢 我们常见的叫做瑞士地震规模 它是1935年由家中理工学院 两个科学家 一个是瑞克特 一个是古藤堡 老师他不是在做活字印刷吗 北七活字印刷是另外一个人 这两个人不太一样 OK 那他们一般来讲的话 因为我们各位同学很清楚嘛 加州这个地方常常会有大大小小的地震 那这个时候呢 瑞克特跟古藤堡呢 他就是利用到天体亮度新等的概念 去造就出来这个公式 就是这个公式 Log1会等于4.8 再加上1.5倍的M 这个M就是我们在讲的瑞士地震规模 而这个1 我们就在讲地震所释放的能量 当然单位我们都很清楚 叫做Jower OK 那老师那为什么叫瑞士地震 因为很简单 因为媒体在采访的时候都在采访他 瑞克特 所以大家习惯习惯就是瑞士瑞士瑞士 就这样子嘛 但是呢 后来呢 在1977年的时候呢 同样的在加州理工学院 有另外一个科学家 叫做金森伯雄 没错 他是日本人 日裔的美国人 他觉得说 你们用这个东西不太准确啦 没办法去表现出物理特性 所以他就设计了另外一个 叫做地震矩规模 来 所以地震矩规模 它的公式是这样子哦 它会等于3分之2倍的Log 地震矩再扣掉10.7 那各位同学觉得奇怪 什么叫地震矩 我打从阳台出来都没听过 这个叫μ 再乘上 Δ 再乘上x 什么叫μ 断层钢规系数 就是你的这个断层 它的系数 它的到底坚硬度是多少 再来这个Δ 叫做断层平均位移 不管你是逆断层 还是顺断层都一样 再来这个S 叫做断层面积 你的断层面积有多大 对不对 各位同学很清楚了吗 谁会用 没有人会用 而且一般记者 通常大概都看不懂这些东西 老百姓也大概看不懂这些东西 各位同学 如果你是高三同学 你要准备学测 给你这个公式 你大概也不会算 懂吗 大概也不会算 所以你有发现这些事情 我们论同大家常用这一个 所以我们常常在讲科学 科学重点是你要能够贴近着 你不要造就一个很复杂的公式 很棒 没错 但是大家不会用 所以你知道爱因斯兰到底有多厉害 1等于NC平方 你有发现大家都会 懂吗 这就是科学它厉害的地方 科学人家所谓的美是什么的美 就是你能够用一个很简单的公式 能够叙述事件万物 懂吗 来 那所以我们针对这个瑞士地震规模 我们来做一点简单的题目吧 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几个例题吗 第一题 921大地震 民国88年9月21号 台湾人所有的通 瑞士规模7.3 可以哦 那请问它所释放出来的能量 大概是多少 如果今天我们去套这个公式的话 你要记住哦 这个N代表瑞士 来 所以我们的第一小题就非常简单 来 这个叫做Log 我们叫E1好了 E1代表9一大地震的能量 它是等于多少 4.8 再加上1.5 我们把921大地震的7.3级 把它丢进去 OK 所以这里大概是多少 这个经过简单的计算 大概我看一下 我偷偷算了 这个叫做15.75 可以哦 老师这个Log是以谁为敌 不用看了 没有写代表以10为敌 对不对 所以帧数 这个叫帧数是10的 这么多次吧 对不对 来 所以这个时候的E1 它有点多少 10的15.75次方 那很多人说老师 这个我到底要怎么算 来 这个东西我们可以使用到科学记号 什么叫科学记号 你就把它拆成10的15次方 再乘上10的0.75次方 可以哦 这个0.75次方 大概是接在1到10之间的数 没错嘛 来 所以它大概就是 我可以这样写 来 10的0.75次方 再乘上10的15次方 来各位同学 这个10的15次方是几位数 这个叫16位数 哇老师 它是16位数 各十百千万 还蛮多的耶 它大概是多少交额 它大概是我帮你算到五 这叫做5623兆焦耳 5623兆焦耳 各位同学通常听到这个数字 大概就挂掉了 哇好大的数字哦 对啊 那这个东西我光是跟你讲5623兆 因为它已经是一个天文数字 所以你没有办法去感觉 所以它就会有第二小题 一公克的黄色炸药 那黄色炸药以后我们有机会再讲 好 诺贝尔发明的嘛 对不对 来4184角 一公克就4000多角了 那请问一下 9位大际大概是几顿的黄色炸药 那就很简单 你就把这个答案 你就把这个答案 你看到 第二小题是这样算的 对不对 来 这个算法就是 你把这个答案叫做10的15.75次方 OK 我们除以4184就知道是几公克 来 除以4184就知道是几公克 但是人家公盾 很多同学 只会从公克跳公盾不太会算 没有关系 你先把它换公斤 换公斤是不是除以1000 对不对 一公斤会等于1000公克 对不对 那一公盾又等于1000公斤 再除以1000 懂吗 我除以它 再除以它 再除以它 老师这样除完总会很小吧 不好意思 来我帮你算一下数字 大概是134万吨的黄色炸药 可以 不要说134万吨 一公斤你家大概就全炸了 对不对 这个当然很夸张 所以我们知道大灾的力量是非常恐怖的 那老师后面有没有更恐怖的 有啊 第三题 311大地震 我们知道日本的311大地震 和日本带来真的非常多的灾害 那即使它的灾害到现在都还是存在 OK 那它的瑞士规模更夸张 它是9级的地震 那请问一下它到底是921的几倍 没有问题 因为我们的921已经帮你算出来了 在这里 它能量在这里 那请问它是921的几倍呢 那这个时候我们同样在套公式 所以第三题 这个叫做log 来 E2 就是311的 它会等于4.8 再加上1.5 再乘上多少 来这个时候它是瑞士规模多少 瑞士规模是9 我们把它算一下 所以把它算一下结果这个叫18.3 这个18.3的意思 一样我们还是取以10为底的log 对不对 所以帧数是底数的 这么多次方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呢 来这个所谓的E2 的答案 就是10的18.3次方 一个是这么 一个是10的15.75次方 一个是10的18.3次方 我想要问它是它的计备 那就直接把E2除以谁 E2除以1万 E2除以1万 那就是10的18.3 除以谁 10的15.75 那就是10的多少 这个叫做同底相除 指数做一个相减的动作 同底相除指数相减的动作 我就把这个18.3 扣掉 15.75 OK 这个大概是多少 大概是10的2.55次方 来各位同学 10的2.55次方 大概是多少 一样嘛 这个东西把它画成科学记号 我好像没有什么位置写的 我写在这里 这个叫做10的0.55次方 乘上10的平方 我画成科学记号 OK 那这个10的平方代表几位数 三位数 换句话说是数百倍 来我给你正确的数字 大概是354倍 所以发现311大地震带来这么大海啸 不是没有道理的 自然界的灾害 总是会让人们会遭受到非常大的损失 不管是人生损失 还是财务损失都会 所以我们发现一件事情 我们的很多的物理学家 就是所谓的地震学家 一直在努力的做一件事情 我们能够预知地震 我们能够预知地震 这个就非常非常重要 那如果对这东西有兴趣的同学 我们有很多的科系 像地质学系啊 都可以去念到这些相关的东西 那如果说今天你只是要单纯准备学测同学 这种基本的log运算还是要贵 OK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在下面跟我讲 那如果你本身对于地震有一些特别的经验 比如说地震来的时候你发生了什么事啊 你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哦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